雖然今年春天不能去日本打卡上櫻 但其實在家裡都可以做到這麼充滿春日櫻花氣色的甜品來打卡 大家看到是不是覺得很美? 不說那麼多了,馬上開始做吧! 首先,我們要做水果三文治 我這邊會先切著草莓 然後我這邊會打霉 打霉是最難的一件事 因為我非常怕它站不起來 如果站不起來的話,這個甜品就宣告失效了 放到三粒完整的 然後在旁邊就放四粒對半卡開的... 草莓啤梨 對,草莓啤梨 這就是我們... 我們版本 不意外啊 出來是這樣的 我都不意外 不意外啊 只剩一粒 明明穿了三粒也可以只剩一粒 咦?可以借你的粒給我 草莓昏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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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這本來才知道 買卡的東西是假的 可能做得很漂亮是假的 可以開始做得到我們第二個甜品了 就是OREO的乳酪杯 可以開始做得到我們第二個甜品了 就是OREO的乳酪杯 可以開始做得到我們第二個甜品了 好 怪不得了 你的乳酪這麼厚 你偷了我的乳酪 我們剩下很多給你做 好多乳酪 原來我這麼漂亮 然後這個東西就更加簡單了 就是把它們全部切開之後 切在一起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它固定得好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拿一枝牙籤 切下去 像那些和菓子 日本的和菓子 這樣夾著一個 輪到最後一件事 就是不再食物了 是飲品 我們就做草莓鮮奶 其實是超級簡單的 要是把它倒在一起就可以了 對 x索獨民 就是不再食物 在那裡 裏面 直接 是 strategic 我們